智利比奥比奥区过去两个星期以来都面对注冗之灾 蜜天都市烈焰串天 放眼望去红通通一片 消整对坠边乡不断的灭火 大火内边乡却似乎越烧越烈 但靠国内的消整力度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而且至今已经殃及了将近50万公顷的范围 情况濒临失控 沿见情况危急 俄罗斯星期天派遣空军伊尔76运输机到场协助 希望尽快地扑灭熊熊烈火 俄罗斯的运输机可以运载40吨的水量 并可以在最低50米的高度开始喷射 每一次可以覆盖1.25平方公里的范围 至于巴西则动员28名军人和两架大力神运输机到场协助 目前消整队已经扑灭了至少60场的火灾 不过至今还有110场大火不停的狂烧 无助的居民目前只能够祈求天降甘露 舒缓灾情 在调查进展方面 智利检察署已经逮捕了43名涉嫌蓄意中火的嫌犯 并准备将他们控上法庭 为自己的恶行负上责任